一定是一个想象的对手 但是经历我们不断进步的动作 看着自己与球生涯回顾片段 李扬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一幕又一幕经典战役 不许感动李扬 更让全场球迷哭红双眼 李扬退休仪式绝对少不了这三位 他们现在不能感谢 我得要跟他们单挑 江玉伟 李哲晖 王启霖 是李扬与球双打生涯 最重要的三位伙伴 难得场合绝对少不了单挑戏吗 霸气扣杀对自己的前打党们 完全没再客气 在这特别的日子切磋交流 友谊赛让全场球迷大呼过瘾 赛后发表感言时 李扬又转不住落下男儿泪 不管出了多少年 不要走 就是原本在场上 看到大家感觉很像同学会 其实真的人家真的很欢乐 然后就上了场之后看到很多朋友 然后很多先看了影片 然后意识到对了 现在是最后一刻 李扬之魁台北宇球公开赛 虽然五决拿下冠军 但李扬整个宇球生涯 完成了史无前例奥运二脸霸 让世界看见台湾 对他来说这一刻真的格外意义重大 为台湾争夺了很多奖牌 然后可以与台湾的人民一起分享这份 夺牌的起源 其实我真的觉得很光荣吧 李扬亭彭明洋也惊喜现身退休一室 送上祝福 接下来李扬退休后最想做的就是环岛 是行车环岛 然后去踏遍台湾那边吞土地 我觉得对来讲很意义重大 李扬的传奇宇球生涯正式划下句 之言他的名字也将永久写进世界雨滩 东西新闻学宇宙零收综合报道